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王安石,这位在历史上以改革著称的政治家,其实也是个财情横溢的诗人。 他的一首短诗只有二十八个字,却用了整整八个山字,看似简单重复,实则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意境。 这首七诗不仅没有因为重复显得单调,反而让人读后拍案叫绝,仿佛每一个山字都描绘出不同的山景与情感。 这到底是一首怎样的诗?王安石为什么要如此大胆地运用同一个字,反复锤炼? 这背后,是否隐藏着他对世事的感悟,或是对自然的独特理解? 王安石,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,他的少年时代是如何度过的? 一千零三十八年,年仅十七岁的王安石随父亲来到了南京。 彼时的南京,作为六朝古都,文化底蕴深厚,山水秀美,给年轻的王安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王安石天资聪颖,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。 据传,他能过目不忘,下笔成文。 在南京的这段时光里,年轻的王安石常常徜徉与中山之间,欣赏着这座名山的秀丽景色。 中山,又名紫金山,是江南四大名山之一,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景致闻名于世。 这段时期的王安石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求。 他常常登上中山,俯瞰整个南京城,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。 王安石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展现的机会。 1042年,年仅21岁的他参加了科举考试,一举考中进士。 这个成绩本可以让他直接入朝为官,但是王安石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。 他放弃了京士的机会,而是选择前往银县担任之县。 这个决定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王安石的性格特点,物实,深思熟虑,不随波逐流。 他选择基层工作,是为了积累实际治理经验,为将来更好的为国效力做准备。 在银县任职期间,王安石勤勉工作,体察民情,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。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变法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同时,他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,在公务之余,他常常创作诗文,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对社会的思考。 时光飞逝,转眼间王安石已经步入中年。 1069年,他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 这一年,年仅38岁的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之正式,开始主持变法。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,也是王安石一直以来的报复所在。 王安石的变法,被称为西宁变法,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运动之一。 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多个方面。 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轻描法、保甲法、示意法等。 这些改革旨在增加国家收入、减轻百姓负担、提高行政效率。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王安石的变法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和阻挠。 保守派官员认为他的改革太过激进,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。 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来阻挠变法的推行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王安石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 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,努力说服反对者,同时也不断调整和完善改革方案。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最终还是影响了变法的进程。 1074年,王安石被霸向。 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但是,王安石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。 他继续为变法辩护,希望能够重新获得机会推进改革。 1086年,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,王安石再次回到了南京。 这一次,他选择在中山脚下建造半山园,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活。 这个决定标志着王安石政治生涯的终结,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。 回到南京的王安石,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曾经意气风发的改革者,如今变成了一个沉静的隐世。 他不再关心朝堂上的纷争,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自然和文学。 中山成为了王安石晚年生活的中心。 他经常漫步于山间,欣赏美景,思考人生。 这座山仿佛成了他的精神寄托,给予他内心的平静和慰藉。 在这里,他找到了政治生涯中所缺失的宁静与自由。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。 远离了政治的喧嚣,他的诗作更加清新自然,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的赞美。 他写下了许多描绘中山景色的诗篇,其中就包括了那首著名的《游中山》。 《游中山》这首诗,短短二十八个字,却八次使用山字堪称奇特。 这首诗的全文是,终日看山不艳山,买山中待老山间。 山花落尽山长在,山水空流山自弦。 这首诗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形式,更在于他所表达的深刻内涵。 从形式上看,八个山字的重复使用创造出了一种回环往复的韵律感。 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堆砌,而是巧妙地将山字融入到不同的语境中,每一个山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作用。 终日看山不艳山,展现了他对山景的痴迷,卖山中待老山间,表达了他想要终老于此的愿望。 山花落尽山长在,道出了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。 山水空流山自弦,则描绘出一幅悠然自得的隐居图景。 这首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巧妙地将景与情融为一体。 表面上看,诗人是在描绘中山的景色,但实际上,每一句都蕴含着诗人的情感和人生感悟。 山不仅是实景,更是诗人心中的一种象征,代表着宁静、永恒和自由。 由中山这首诗,不仅是一首优美的山水诗,更是王安石人生哲学的浓缩。 通过这首诗,我们可以窥见一个经历了人生起伏的智者的内心世界。 诗中所表达的是一种超脱世俗,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。 经历了政治生涯的风风雨雨,王安石最终选择了隐居山林。 这不是一种逃避,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选择,终日看山不燕山,体现的是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。 无论是在政治上的成功还是失败,都不能真正满足人的内心。 而面对大自然的美景,却能够日复一日的欣赏而不厌倦。 这种心态,正是王安石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,最终领悟到的真谛,买山中带老山间,表达的是一种归隐自然的愿望。 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安石来说,选择隐居山林并非一事。 这句诗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渴望,也展现了他放下名利,反扑归真的胸怀,山花落尽山长寨,山水空流山自咸。 这两句诗蕴含着更深的哲理。 山花的凋零和山水的流动,象征着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短暂。 而山的永恒存在,何自在闲适,则代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。 王安石通过这种对比,表达了他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对永恒价值的追求。 这首诗,可以说是王安石人生经历和思想境界的集中体现。 《游中山》这首诗,短短二十八字,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。 它不仅展现了王安石高超的诗歌创作技巧,更反映了他深邃的人生智慧。 通过这首诗,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政治舞台退下来的改革者,如何在山水之间找到内心的平静。 他告诉我们,人生的真谛或许不在于功名利禄,而在于能够如山般从容不破,如水般自在流淌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